709號房裡面藏著什麼祕密 警方要求民宿主任阿財說清楚 他當下的反應就有點怪了 因為你倉庫為什麼要鎖 然後講話吞吞吐吐 那我就說那你鑰匙拿出來 我們來開 又說我找不到鑰匙 然後我們真的翻到鑰匙 他就不講話 因為我們也不確定 那一把鑰匙到底能不能開 所以我們現場拿到的鑰匙 都是 然後後來開了 要時一轉一推開 所有人嚇傻了 真的是所有人嚇傻了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尚鴻匙 在2021年韓國影集 由於遊戲可以說是席捲的全世界 雖然說生存遊戲 不是什麼新鮮的題材 但是由於遊戲 它僅僅扣住的是 在社會底層的人型掙扎 來參加這個遊戲的456個人 他們每一個人 都是社會角落的最弱勢 他們活在現實世界的每一天 就像是地獄一樣 倒不如參加這場由於遊戲 他們用全身上下僅有的籌碼 也就是自己的一條命 來捷一百 也許還有翻身的希望和機會 撐到最後 你就可以一口氣 拿走456億 而諷刺的是 這場殘酷血性的遊戲 不過是有錢人眼中的消遣和娛樂 但人性真的會如此的醜陋和惡劣 答案是會的 今天我們要告訴您這個真實案例 發生在2007年的新北市淡水區 這一家民宿 它臨近淡水老街 又可以眺望淡水河的河景 房間的裝潢雖然說是一般般的 但是也整理得乾乾淨淨 所以加上他們的收費合力 在網路上面他們是獲得了A級的評鑑 但是沒有想到 這間網友口中的優質民宿 在它的709號房 竟然埋藏了一個恐怖的秘密 當警方上門的時候發現 在這五坪大小的房間裡頭 竟然囚禁了五個人 他們都是居無定所的街友 那民宿老闆為什麼要把這些人關起來呢 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些街友的身份 去申請貸款 去申請信用卡 就可以一層又一層的無止境的剝削 等到最後信用破產了 沒有利用價值了 就製造意外 把人給殺了 然後再詐領保險金 真的是吃人不吐骨頭啊 而整起的案件之所以會曝光 是因為這一起的詐保案件 它實在出現太多的疑點了 一個叫做阿昌的街友 他突然之間搖身一變變成了 這一家優質民宿的幹部 而且還娶了一個美嬌娘 他的人生突然之間就成功翻轉了 但是沒有想到 在他結婚登記不過才半個月之後 他參加了這家公司的員工旅遊 因為失足意外 他在大陸的黃山摔死了 保險理賠金額竟然高達了 五千萬新台幣 而受益人就是他的新婚妻子 吊詭的是 他的新婚妻子比較關心的 似乎是保險公司會離離嗎 中國安徽的黃山 其實松樹不時雲霧繚繞 宛如人間仙境 他的美和險 吸引大批遊客朝盛 我們那時候也是非常流行 這個黃山地區的旅遊 史信豐有這個地方 雲霧繚繞 然後他的山景也很美 史信豐是黃山三十六小峰之一 自古有句話 史信黃山天下棋 是因為從後山登山 到達史信豐後 是第一處讓人感受到 黃山有多險峻 時間拉回2007年 三位台灣民眾到黃山史信豐旅遊 其中一人卻墜癌身亡 留下大筆保險理賠金 這個是使者阿昌 然後他們三個 就是這個阿財是他的員工 然後阿昌也是他的員工 他們一開始就是說 他們三個一同去大陸黃山 做員工旅遊 那發現保險理賠的申請 其實額度很高 一家三千萬一家兩千萬 一千兩百萬其實就很多 很高了 阿昌逆喪異鄉 還是遠在七百五十公里外的黃山 旅遊平安險 兩份加起來五千萬 消息傳回台灣 阿昌爸爸的額裡 直覺大有問題 跟保險公司到刑事局報案 我兒子就是街友 他平常在外面就是沒工作 沒有謀生能力 更何況有時候 他回來跟他要錢 以他的這種經濟能力 怎麼可能可以到黃山去旅遊 光是機票錢 對他來說 完全是負擔不起的 況且 阿昌當街友好多年了 突然變成一間民宿的幹部 突然有錢可以出國旅遊 已經夠怪了 更讓阿昌爸爸不敢相信的是 兒子娶了美嬌娘 梁爸爸他看到照片 他直覺就是不可能 怎麼說 他認為說連女相貌堂堂 怎麼可能會跟他有肢障的一個 兒子結婚 他有認識這個兒子嗎 他也不認識他 從來都沒有聽說要結婚 從來沒有 連女其實就外型來講 其實長得非常的清秀 有點優雅 對於死者來講 其實我們會認為說 他們其實兩者 做的某種程度的落差 根本不可能會聚而在一起 根本況又是結婚 他覺得他兒子就是被害死 他們為什麼會結婚 他們的關係如何 一開始完全是模糊的 所以我們要拼湊這個拼圖 阿昌一趟黃生之旅 踏上黃泉路 為什麼民宿的員工旅遊 只有三個人去 那其他員工呢 警方從旅行社和李堆口中 問出了什麼異狀 他說不是這樣 原本是蜜月旅行 他們剛結婚 連女跟這個阿昌 他們是要辦蜜月旅行 後來突然說 不要蜜月旅行 要改員工旅遊 換成三個人去 所以旅行社他們也覺得怪怪的 都領隊說 他們來就一直說 什麼時候可以去黃山 可是到的那一天 因為雲霧不可以上山 他們進到飯店了 那也不算拖堆 就是他們自己又跑上去 下塔飯店距離景點不遠 阿昌 阿財 阿章 三個人跑上山 明目中留下合照外 阿昌一個人靠在欄杆處 拍了張圖照 卻成了他最後身影 因為那時候天氣 他起濃霧 現場也都很失望 所以他們講說 那一天濃霧弄大 叫他拍完照 我們要回去 他還是靠在那邊抽煙 結果他就這樣滑落了 領隊也說 其實發生以後 他們也不會很緊張 要通知家屬 家屬的口氣 也不是很傷心或怎麼樣 反而他們也就覺得怪怪的 出事隔天 阿昌的太太 就搭機趕過去處理後事 回台不久後 立刻申請高額的保險理賠 警方再調出 阿昌的結婚證書 記載2007年11月20號登記 等於才結婚半個月 聯繫女子就面臨散腐之痛 那領隊迴響他異常未盡 很淡定 非常淡定 包含這個聯女 她去領骨灰 全程完全都沒有哭 什麼靈堂 他們根本就沒有去 根本就沒有在那裡 對啊 非常不對勁 保險公司更提供了幾張 同型的阿張阿財 相機內拍下的照片 警方越看 越覺得奇怪 他們提供的這個 數位相機裡面的照片 他們的編號 是有一些怪異的 行前就有空景的一些照片 然後在阿昌要衰落的這個地方 也有就是說事前勘察的一個跡象 那還衰落前跟衰落後 分別都有拍這些照片 人都摔下去你還拍 那不是很奇怪 趕快報案 趕快去看人不可以救起來 還又拍 而且又不是拍一張 拍了好幾張 不和人情長也就是 人都已經掉下去了 你怎麼會去按快門 意外當下發生 不小心按下了快門的情況 對焦不可能對那麼久 疑點重重 然而證據只有一潭骨灰 案發現場又在 遙遠的對岸黃山 加上開出的死亡證明 只寫著 高處墜落死亡 實在棘手 一潭骨灰能夠得到的急診 幾乎是沒有 甚至連說我們要驗檢 這樣子的措施 這種鑑定的方式 都沒有辦法 雖然有懷疑 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證據在哪裡 這樣子的懷疑 甚至連一分的證據都沒有 我們要怎麼樣證明這些懷疑 我們要一步一步地來拆解 就從他們的關係開始 好 儘管有態度的疑點 不合邏輯常理 但是推理終究不能夠當作證據 但問題是要往哪裡去找證據呢 警方鎖定了 淡水這家民宿 勞董的店 為什麼呢 因為阿昌 他本來是個街友 他沒有工作的 他怎麼會突然跑到大陸黃山 去參加什麼員工旅遊呢 警方透過了申請系統 清查之後才發現 這阿昌不但是淡水這家民宿的主任 而且還是其他公司行號的負責人 這太奇怪了 於是警方趕快地找來 阿昌的新婚妻子問問 結果竟然連兩個人怎麼認識的 這個人都說得模模糊糊的 感覺這個新婚妻子的關係 他究竟什麼時候 才可以領到這五千萬的禮賠金呢 四 五 六 七 距離淡水老街不遠的 這棟七層樓建築物 之前四到七樓是一家民宿 叫做老董的家 早年在網路上知名度很高 老董的家其實在網坪上面 都說明宿的一個房間 乾乾淨淨的 那又有一些簡單的擺設 有一些房間是有些主題式的 就是有所謂的Hello Kitty 一些 也許他們用來吸引客戶 老董的家號稱A級民宿 阿昌是街友 怎麼會當上這家民宿的主任 警方查出民宿老闆是理性男子 聯絡女子是經理 阿昌是主任 同行去黃山的兩人 阿財是主任 阿張是水電工 警方進一步把公司員工 跟相關人的資料 透過聯合真信系統清查 結果讓人大吃一驚 阿昌他既然有任職這麼多公司 有些公司 這些行號的負責人 還是阿昌本人 太詭異了 阿昌哪有能力辦到 不僅如此 民宿老闆理性男子的背景 也引起警方關注 財力是最雄厚的 而且他那時候擔任 某家房仲業的店長 再挖下去 赫然發現所謂公司同仁 都是街友卻都被利用 譬如說他是這一家 A行號的負責人 可是是B行號的員工 又是C行號的員工 然後而且ABC再串起來 A行號裡面的員工 又是B行號的負責人 不只ABC 虛設了十多間 透過多家銀行風險管理部門 掌握的資料勾集後 專小組評判 集團幕後從事不法勾當 如果我給他們阿昌之後 然後給了一些同事資料之後 我說這些人是不是怪怪 他說你怎麼知道 他們超怪的 譬如說他要寄信用卡 他們電話有共通 然後他們的住址也共通 所以他們也對他們 這一個集團有所懷疑 有在盜刷信用卡 有在榨貸 對於金融犯罪有了初步輪廓 但這跟阿昌的死 有什麼關聯呢 警方喬裝保險調查員 跟阿昌的太太約在淡水 這一間咖啡廳聊聊 就是問說 你是在哪裡認識的 其實他都講得很模糊 他說公司也是公司的同事 就是有些職務其職 都是同事 那你看他這樣子的 一個肢體的一個障礙 為什麼會跟他結婚 就說什麼日久深情 感情很好 回答問題閃爍 三句不理 趕快理陪 會談過程 黃念生和外面丁少的警察 就是要看看聯姓女子 是單獨赴約 還是有人跟著來 其實聯女是有 兩名男子陪同他去 那我們約在裡面 他們坐在另外一邊 既然約了 的確也是要釣魚 也都釣出這兩個人 所以我們也要趕快 把這兩個人的身分搞定 也要知道說 這個拼圖會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線索 黃念生心想 太好了 趁機掌握兩名可證項 回警察局 再進一步追查身分 沒有想到 我們要走的時候 這兩個開了車 直接要跟著我們 我直接跟保險調查的人說 你不用擔心 已經知道被跟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坐計程車 離開到捷運站 一路上對方緊追在後 直到淡水捷運站後 他們來不及才跟丟 這樣囂張跟蹤的舉動 反倒加深了他們的嫌疑 他跟我們反而是 暴露他們的心中 他可能覺得保險調查的人 很單純 他們也不知道說 其實警察已經盯上他們 其實我們心裡是覺得說 他們已經露出馬腳了 幕後絕對這兩個人 是逃不了干絮 掌握到對方長相跟車號 轉小組調出車級資料 一比對 就是跟著警方的其中一個人 再仔細看看 他的容貌跟資料 在一堆炸帶跟虛射行號的資料中 似曾相識 狂念生閃過一個念頭 那些男子不就是民宿老闆嗎 原來跟著我們的這個理男 也是在這些資料裡面 他主動來跟著我們 表示他在這一個集團裡面 一定有很重要的一個身分 其實我們一開始不知道他 我們怎麼會知道有他 因為他也是混雜在裡面而已 直到他跟著我們才知道 這個實在是大膽 絕對是有關係 這個理男 極有可能是幕後 非常關鍵的人物 這個李老闆充滿了疑點 警方於是掛線監聽 結果聽出了什麼 害人聽聞的養套殺計畫 什麼叫做養套殺呢 所謂養套殺就是鎖定的 當作是養套殺的目標 先是哄騙街友說 我可以給你工作機會 就在馬路邊舉舉廣告牌 一天你可以領到發展 但不只如此 我還包吃包住 等到把人給騙進來之後 就控制這些人的行動 盜用他們的身份 去開設了帳戶 然後先假裝 匯了一批款項進去 要當作是他們的薪資證明 為什麼呢 要證明這些人 他們是有固定工作 他們有固定收入了 所以接下來 就可以去合法申請到信用卡 甚至可以買房子申請房屋貸款 根據警方的推估 這些人透過這樣子的手段 至少取得了超過新台幣 一億元的不法所得 等到這些的 皆有他們的信用破產了 就把人騙到大陸去 參加所謂的員工旅遊 然後再製造一場意外的死亡 炸領保險金 等於是吃乾抹禁啊 這行徑非常惡靈 專小組認為 理性男子角色 舉足輕重 還有什麼線索 跟他都在一塊 警方上線監聽發現 連女 阿張 阿財 密集向一個電話號碼 回報訊息 就跟他回報說 比如說某一位街友 他帶去申辦貸款 他帶去開戶 那我會覺得 那你為什麼要跟這個人回報 阿財因為他主要負責 是民宿的一個工作 那民宿的工作 他也會提到某某人 那某某人 我講某某人 可是就是 其實就是街友 某某人就又不乖 一直在那邊吵 他們會回報一些事項 你就你處理得好啊 不乖 你怎麼處理 指導 指揮 對 所以我發現 其實這個人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幕後關鍵人 浮出水面 但是調出電話申請人 又是皆有人頭 集團實在是太狡猾了 但是再整命 仍然百密一書 幾通電話露了線 銀行的業務會撥打 理性男子的一個行動 那那支電話呢 其實是他用來做 民宿業務工作的訂房 偶爾都會提到說 那個誰誰貸款過了 你要再補資料給我 李男就會在電話中提到說 你不要卡這支了 我另外一支電話給你 所以我發現 其實這個人 是幕後的一個角色 拼圖一塊一塊 湊起來了 專小組掌握 理性男子坑殺皆有 仰套殺三部曲 所謂的養其實就是 培養信用 養的過程就是前面講 大概會維持到 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這些街友 作為里男他們 坑殺的對象 首先呢 他們要去找這些街友 怎麼找 他們去車站 火車站的周邊 找到這些居無訂所的街友 先哄騙他們說 因為我這邊有舉廣告牌 的這個工作 你來舉一天有八百塊 還供吃住 街友就是人頭 過去沒辦過信用卡 俗稱小白 得先製造薪資證明 他們用虛色行號的薪資轉帳 來證明他們有薪資 實際上他們的薪水 都是同一筆錢 互相轉來轉去 轉到阿昌的帳戶的 那個時刻 隔天就把它領出來 再轉到 阿昌的同事的帳戶裡 套就是有點在套利 但是跟誰套利 跟這些金融機構 套現 套錢 把錢拉出來 那申請信用卡不能不刷 誰在刷 後來我們發現 都是李南在刷 是一直持續在 一年 兩年 三年 他們會正常交款 交什麼 交利息而已 他們根本不會去 對 最低利息 他們根本不會償還本金 辦信用卡 刷卡 調辦信貸 錢坑越挖越大 金額越墊越高 接下來要半檔貸 因為李南本身的身分 他是某家房仲業的店長 同事逼買到房之後 再賣給阿昌 再從阿昌的手中 再賣給同事C 他們就是彼此不斷地 去做一個轉換買賣 不斷地在轉手 轉手的過程能幹嘛 墊高買賣價格 那殺他們到最後就是 可能是這個人頭 已經請了太多貸款 在後續在申辦這個過程中 有遇到一些困難 對 等於是他信用 他的信用額度已經滿了 對 對 對他們來說 就是沒有利用價值的 所以他們乾脆就直接捨棄掉 就是傻 為什麼打靶 已經鎖定了目標 最後這個目標 就是會被我們整個射爆 所以他們俗稱打靶 揭穿了金融犯罪手法 然而該怎麼解密阿昌的死 拿出他的結婚證書 介紹人兼證人是阿財 另外一名證人 就是民宿老闆李姓男子 這個連女他的一些談吐 還有資色 就是就常理來判斷 他們兩個是不可能 蹦出什麼火花 他說他們有在 某某地方請客 實際上調查根本就沒有 拿來請客 拿來照片 也沒有照片可以佐證 假結婚 為的是什麼 專小組直覺 李姓男子跟連姓女子角色 不單純跟經後看見了真相 連女就是李男的女朋友 他們會一起出去玩 優惠 然後也有他們的 有一些親密的舉動 為什麼要讓連女跟阿昌 來結婚 這絕對是假結婚 為什麼 為了要獲取保險金 屍骨還未寒 如果真的是你先生的話 你怎麼會那麼急過 要去做申請的 在申請的過程當中 保險調查本來就是必要的 調查的一個程序 他們會認為說 保險調查是在干預 他們的申請 所以他曾經要委託 名義代表 名代 或是有一些比較有關係的人 來做一些關說 假結婚是聯繫女子自怨 還是他的男友 理性男子的指使 不管是哪一種 警方看來都是圖謀不軌 阿昌本身是街友 被他們利用的可能性就大增 經濟犯罪的這個部分 已經非常明確 隨時也都可以動手 但是殺人這一塊 非常的困難 尤其是犯罪計劃 監禁討論後 決定動手 先針對金融犯罪取證 執行當天繽紛多路 展開搜索 這邊當時就是我們 來搜索的標的 勞董的家 現在因為他產權益主了 現在現況跟當時的現況 一樓的擺視也不同 四樓就是他的民宿的 辦公處所 我們在四樓現場 收到一些申辦貸款的文件 重回現場 黃彥霖當年就是負責 勞董的家 查扣金融犯罪證據 其實我們一開始 先走中四樓 當中住所 五六六樓其實就是 遊客所居住的房間 那這房間其實我們 就外觀來看 走廊來看 其實它是通風明亮 很正常 一走到七樓 走廊是昏暗的 701 707 就是過程這樣開到707 會覺得 都是你們的房間 員工宿舍正常 偏偏最後一間 特別名稱 那個環境就是 很少人在走動的 我們在開門的過程當中 其實不好看 一直在那邊轉 就是推不動 這間房間在幹嘛 他們說倉庫啊 倉庫 那倉庫為什麼要鎖 神祕的709號房 在外面上鎖 老董的家 這個優質的民宿 究竟藏著什麼秘密 這幾天我有在看那些 那個回憶 真的是 為什麼毛骨悚然呢 因為打開門的那一瞬間 你根本無法相信 你眼前看到這個景象 竟然是發生在我們台灣 這個是警方當年的受證畫面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面的景象 但是你沒有辦法呈現的是 那一種撲鼻而來的惡臭 就在五平大小的空間裡 彎了五個成人 每個人看起來眼神呆滯 骨瘦如彩 棉被 枕頭 通通都發霉了 還有看到鞋子就這樣子 直接堆在冷氣機的上頭 警方問他們 你們都吃什麼呢 他們說 像吃粥一樣 那種黏黏稠稠的食物 警方懷疑 什麼叫黏稠的食物 那根本就是 房客剩下來的食物 你通通把它和在一起之後 餵這些人吃 說難聽一點就是吃收水 其中有人醉酒他被關了兩個 你可能會問 長達兩年的時間 住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難道都不會想逃嗎 有人說 雖然被關起來了 行動有點不自由 但至少有個地方可以睡覺 不用參風露術 不過萬一有人生病 那糟糕了 因為這個民宿老闆 就會把人丟回去公園 讓他自雄自明 709號房裡面藏著什麼秘密 警方要求民宿主任阿財說清楚 他當下的反應就有點怪了 因為你倉庫為什麼要鎖 然後講話吞吞吐吐 那我就說 那你鑰匙拿出來 我們來開 又說我找不到鑰匙 然後我們真的翻到鑰匙 他就不講話 因為我們也不確定 那把鑰匙到底能不能開 所以我們現場拿到的鑰匙 都去試 那後來開了 鑰匙一轉 一推開 所有人嚇殺了 真的是所有人嚇殺了 這 到底是什麼情況 一打開門的時候就是 那種 含臭味 糞便跟尿臭味 尿沙味 台灣怎麼可能 當下那個環境 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瘦小 大家都捲曲在角落旁邊 甚至有一個躺在床上 一動也不動 害怕 驚恐 四男一女全身髒兮兮 身形各個固瘦如柴 這名長髮女子褲子鬆垮 不抓住褲頭 就會直接滑落 因為裡面燈光昏暗 我們打開電源 其實燈也不會亮 當然我們把窗簾打開的時候 那燈光一照進來 其實他們都還是在閃躲 不敢去直視 其實坦白講 他們其實連看我們 他們也不敢 那燈光昏暗 你怎麼在這裡 沒有人回應 然後後來我們開始就懷疑 你是不是台灣人 你是不是移工 就直接用台語講 你聽我說什麼 你聽我嗎 就有人點頭了 我們就想 那你台灣人啊 你什麼都在這裡 我都不敢講 我說警察 你不要怕 我說你們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 你怎麼讓他在這裡 後來慢慢才 他們才恍然大悟 我原來是警察 你哪裡人 台灣人 我告訴你 台灣人 我說來 你們都站起來 不要睡 有些站起來 但是有一個就一直躺在 躺在床上 大部分的人都是害怕 躲在旁邊 但是我印象中有一對 雙胞胎 後面就是由他們 跟我們做對話 因為他們的精神狀況比較好 裡面只有僅僅五坪 不到的一個大小空間 竟然擠了五個人 他們要怎麼睡 躺也不是 就只能坐著 然後這種環境之二人 好可憐 五坪及五個男女 只有一張床 棉被 枕頭 發霉泛黃 衣服掛滿天花板 吃飯的碗筷疊在牆邊 送信找怎麼樣 你送信 你找的 對啊 你送信找要找的 對 你說的那兩個人 你們怎麼來 你們怎麼來 我們就是 我們不知道 一個人 就先介紹 他也要帶他來 真的沒有那麼多 是說 真的有什麼樣子 不是 四二拉燒包裡面 簡直就是一個牢房 709號牢房 不是民宿的房間 擺在房外的冰箱又醜又髒 到底他們都吃些什麼 冰箱我們打開發現 它有一包一包的調理包 那種調理包是非常 大概可能一包幾十塊那種調理包 被關的捷友說 這已經算是美食 大部分他們吃的是 一包一包白色的醜狀芋 臭酸掉的東西 他們東西存放了多久不吃 不曉得 我們一度有懷是不是吃 民宿的遊客留下來的東西 你在講噴嗎 對 我們就是講說收水就是噴 我真的覺得 可能講收水都 豬都不吃 你怎麼可以用那種東西 來餵給人吃 是 求進來 還有呢 他們給你吃什麼 吃的就 就是類似周圍一樣 員工的描述 其實這些員工 早期應該都是JL 曾經看過聯姓女子 還有阿彩 他們不怪就打她 叫她跪著吃飯 跪著吃 真的是豬狗不如 網路平價這麼優質的這個民宿 我們度假的天堂 在這樣子一個民宿裡面 竟然在這樣子一個房間 709號房 囚禁著五個遊民 天堂跟地獄就是一線之隔 那邊簡直就是人間烈獄 請務人給他便當 這我們再補通不夠的便當 他們說真的是人間美味 人托虎厭啊 而且他們吃完一個還要再一個 很久沒有吃飽飯的那種感覺 你被關多久了 接近兩年啦 他們虐待你 他們都所打你啊 有啦 有啦 有 有 我們發現他們是98年 有街友說他們從96年就開始 被控制 控制了兩年多時間 在96年那時候 他們一開始是在板橋和平路一段 他們自己笑稱說 那邊是他們的和平飯店 街友們還以為 好些人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有飯吃有地方住 不用參風露宿 結果卻被當成帶載肥羊 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 不斷換地點囚禁圈養 朋友也說 這不就是近期很夯的動畫 近期的巨人的翻版嗎 把人當作牲畜一樣圈養著 想要吃肉的時候 就把人抓出來 吃乾抹進 吞入肚子裡 骨頭都不伸 屍骨無存 他們把這些街友 把他當成一個帶載的牲畜 這個案件的過程 其實就不外乎 一直在利用這個人頭 一層一層撥 其中一名的街友 他已經病重了 他們覺得說 他可能快要不行了 竟然就把人 活生生的人 已經生病了 不送去醫院 送去公園 就把他棄製 街友被棄製到公園之後 他就被送到醫院 沒有兩個禮拜 他就死亡 沒有用的人 他就把他丟到公園 因為我們把街友 當成人看 如果你把他當成看 最起碼你應該送去醫院 所以我們認為 他們是非常可惡 毫無一些憐憫之心的人 看準街友 社會底層 生活困難的弱點 圈養利用 辦信用卡 辦信貸房貸 一層一層薄皮 甚至最後連命都沒了 最近夯的魷魚遊戲 為什麼那些人 會被聚集在一起 他被鎖定 生活有問題 你參加完這場遊戲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 多少的獲利 本來這個也是一場遊戲 對他們說也許是一場遊戲 因為那本來 生活條件就不好 所以他也許給予這樣一個 私語的小慧 用這樣的說法 讓他們集中在一起 我們走這邊 你被關多久了 街友應該是都會害怕說 像離開之後都沒有好下場 像之前病重的街友 離開之後就死掉了 那也有街友 從這邊離開之後 就下落不明 所以他們也會害怕 好像離開房間以後 就會失去生命 乾脆就留下來乖乖聽話 生死門 這個說詞其實就 我覺得是我們自己 自己警方來講 被捐養的這五個人 可能第一個表現比較不好 或是生活條件自理能力差 精神狀況不佳 或是身體有一些疾病等等 所以他們沒有想要逃 沒有 他們可能真的沒有想要逃 甚至我們救出來之後 問完筆錄 他們會覺得說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哪裡 就會滿揪心的 街友們獲救後 其中一人得知阿昌慘死 才驚覺自己逃過一劫 其中有一名街友也說 他本來是他要結婚 他們有選上他 找上他說 叫他來辦結婚 但他覺得沒必要 不願意 所以說後來他沒有結成 就找上阿昌 那阿昌跟這個聯女結婚以後 他們其實他們也都有虧他說 你怎麼跟老闆娘結婚 這麼開心 阿昌他還說以為很高興 可以結婚了 卻踏上了死亡之路 最關鍵的就是殺人這一部分 沒有辦法一槍斃命 所以要怎麼突破呢 阿昌摔死的地方 在大陸黃山 什麼證據都沒有 怎麼證明 這是一起假結婚 真炸跑的殺人案件呢 剛開始阿昌的新婚妻子 面對警方的詢問的時候 他的態度非常的堅定 就算他明明沒有通過測謊 但是他也一點都不會 慌張心虛 他還是堅持原來那套說辭 警方要怎麼樣才能突破他的心房 測謊當天 徐國超對聯姓女子首先提問 怎麼跟阿昌認識 他的說詞 依然是說在民宿認識日久深情 我在他的臉上找不到情緒 他並沒有太多太多的羞愧感 或者是說謊說應該帶來的罪惡感 轉而我覺得他有的情況是 他必須要更多的思考 去編造他覺得合理的一個說詞 知道被抓包 他不再回答 徐國超接著丟出關鍵問題 阿昌是如何死的 你知道嗎 是自己故意跳下去的嗎 不是 模擬是以當時徐國超 對聯姓女子的測謊情形 要先弄清楚 他的罪癌到底是人為的 還是自殺或者是意外 是被推下去的嗎 聯女在針對阿昌 最癌的這件事情上面 被人推下去的選項上面 有出現很明顯的身體變化 不論我做了幾次的 這樣子的重複 他仍然會出現即時 而且一致的身體改變 到底是誰把阿昌推下癌的 設計的一些題目 設計一些人名 讓聯女來做反應 我們發現阿昌這個選項 對他有一些特殊的涵義 每一次回答 土普出現 波風波谷高低起伏變化 測謊專家專業分析後 揪出他的心虛與說謊 如果你說謊 測謊會知道 你的身體反應 反應得很清楚 我可以拿給你看 我也把他的身體反應交給他 交在他的眼前 他看著自己的身體反應 他沒有跟我多說什麼 我說 測謊告訴我 事情長這個樣子 你的否認 並沒有辦法解釋 你的身體變化 除非你要說服我 測謊是不對的 測謊其實是壞的 否則我實在是不曉得 要怎麼解釋 你現在的身體變化 事實上 當許國超對靈性女子 測謊時 李楠 阿張 阿財 也同步有其他的 測謊專家 進行測謊 有壓力 我們必須在 氣貨這個人犯 二十四小時內要送到 法院去 而且檢察官也要詢問 他才會決定 接下來要怎麼做 如果一個一個來 只出一個或兩個 可能時間上來不及 包含組長本人也來 幫忙測謊 那時候四個的測謊專家 一次出動 這真的是史無前例 因為從來沒有用過 這麼大的能力 也從來沒有一次 要測謊這麼多人 四個都是說謊者 那他們的說詞必定會有漏洞 如果我們能夠 在同一個時間 測謊人員能夠互相的 在這個測試的過程中 得到第一手 其他四個人不同的 說詞的變化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 再對自己的受測人 再做新的突破 即時交叉勾擊比對證詞 修正題目後繼續攻防 考驗的是測謊人員的默契 跟寧常反應 徐國超再追問 怎麼知道阿昌如何死的 聯繫女子怎麼辯駁 處理完阿昌的後事之後 回到台灣 在某一天的晚上 阿昌在老董的家的樓上 喝酒的時候 他說到說 阿昌是他不小心推下去的 把責任推到阿昌身上 但警方老早掌握 阿昌他們三人搭機前 聯繫女子特地幫阿昌 投保供五千萬的旅遊平安線 而最大的受益人 就是聯女 另外 他對其他的題目 也顯示 再說謊 這個聯女有沒有在案發前 跟任何人討論 或計畫過這個案子 甚至窒息的 對 甚至窒息的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 他也沒有辦法通過我的測謀 阿昌跟阿財 他們當時的問題是 阿昌他是怎麼死的 是不是你推下傷害 是誰推下去的 或者是他怎麼死的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有事先有一些犯罪計畫 實際上 他們兩個人 就是一同去這個 員工旅遊的阿昌跟阿財 他們通通沒有通過車禍 其實李男的部分也是 就是針對這個犯罪計畫 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死亡的 這部分 他也是沒有辦法通過測謀 我們終於確信 確定了 阿昌的罪癌不是意外 四個人都無法通過測謀 徐國超從資料中得知 聯繫女子小時候 跟奶奶姑姑生活 長大後當過一陣子的護士 嫌錢太少 改到酒吧上班 後來在大陸做生意 又輾轉回台做不動產 才認識了在房仲當店長的 理性男子 據國超觀察 測謊讓聯繫女子 對事實無法自圓其說後 她決定下一步從親情突破 所以當我說她 她不壞的時候 我覺得引發了她 很重要的功名 我喚起了她最 小孩子的時候那種 跟奶奶在一起 跟姑姑在一起 她是一個一般人 她是一個正常人 妳奶奶不會答應妳 做這樣的事情 姑姑也不會同意 跟她一起長大的孩子 變成這個樣子 又經過了一個小時 她才願意哭著告訴我說 對策謊也沒有壞 策謊其實妳說的是對的 聯繫女子終於鬆口 承認沒有說實話 還交代了部分真相 聯繫女子那時候就告訴我說 她在機場的時候 有對阿昌說 如果阿昌在大陸 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我們就可以領這筆保險金 她只跟我說 我今天應該回不了家了 我今天可能會 要去地檢署 可是我家裡還有一些寵物 我不希望他們今天沒有飯吃 所以如果方便的話 你可不可以找個人 到我家裡去處理我那些寵物 聯繫女的反應 讓監禁大吃一驚 涉嫌共謀殺人重罪 不把阿昌的命放在眼裡 她一心想著的是自己的愛犬 我們一開始以為 她在臉書上面寫說 是不是在天上妳過得好嗎 是因為她對阿昌有所愧疚 我們以為是這樣 一度以為是這樣 結果後來場證不是 她根本就不是有愧疚寫下來 她的對象也不是阿昌 就是她可能就是她心愛的那個小狗 或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她寫在臉書裡面 那當然那時候我們也很訝異 她竟然會把這個人命 就沒有當作一回事 反而是對狗 她比較 比較心疼跟愛惜 7樓頂709號房 就是最靠近我們這一側 對 不到五庭的一個空間 關了五名的一個街友 是 那這個空間大小非常的狹窄 跟本岸連線的一個女主賢 她在一層公寓裡面 一整層公寓 很慘 養了四無隻紅貴賓 相較之下真的是 但是人命根本不比 她的狗重要 這行徑我們覺得非常的一個可惡 講到狗的時候 你才有那種感覺 講到人的時候 你完全那種 那種好不在乎冷漠的那種感覺 你的良心要拿出來 她那個時候才 嘔嘔大哭 才真心的 對自己所作所為 進回物 然後才講出事實 這個是阿財 她原本開計程車 然後也後來成為街友 然後被他們吸收之後 因為她比較聽話 所以也變成管理街友的人 變成說她變成有一個身分 是管理街友的人 那這個是阿張 阿張其實是李男的親戚 把誘騙到山上以後 就說假要幫他拍照 請他在欄杆上面 擺一個很帥的姿勢 阿財就到旁邊不遠處 先把風 然後在拍照的當下 越拍越近 阿張就順勢的 就把阿昌死者推落山上 幸好阿昌的爸爸跟陶險公司 察覺可疑 向刑事局警方通報 揭穿殘殺阿昌 炸領五千萬里賠金的計謀 更進一步瓦解 坑殺街友集團 阿昌之外 在找之前好像也有一位 但是這個身份 我們一直都沒有辦法去確認 因為人間蒸發了 還好有救出這些街友 不然的話 他們還要被囚禁多久 都不知道 甚至最後還被奪去的性命 這五個可能也都有可能會被 所以最後被殺掉 身材瘦小穿著樸實 他就是主賢領 憲章的前妻董小榮 起風二十五號上門逮人時 他正在撕毀相關的土地權狀 以及人頭資料 企圖湮滅證據 前妻董姓女子 我們那時候認為他是一個帳房 他管控了李姓男子 在操作這種炸彈工作的一些 貸款 金流 因為他前面的回答都是沉默不語 突然問他要補充 突然說只求一死也無主求 希望檢王給我一個痛快 他可能自覺做了很多壞事吧 檢方調查董姓女子跟一名街友 結婚八個月後 丈夫就往生 他臨走百萬保險理賠金 更讓檢警懷疑 以理性男子為首的 仰炮殺三部曲 到底坑殺了多少街友 如果不是警方即時破案 救出了這五名遭到囚禁的街友 無法想像 接下來還會有多少人 無辜受害呢 就是在被我們抓到的前 大概四五年前 就已經開始在利用街友做這些的勾盪了 陸陸續續應該有十九名的街友受害 應該有獲利 大概有上億啊 你看阿昌在國外 在大陸墜落黃山 回來是一堂骨灰 這不就是一個人間蒸發的概念嗎 雖然人死後什麼東西都不留 但是好好一個人出去 幾天回來變成一個骨灰 已經有上億人獲利 他們還貪心不足 最後還可惡到把人帶到黃山去 殺掉炸領保險金 如果他們之前就收手 我們也實際上說真的 也無從調查期 但是就是在他們這種 貪得無厭的這種情況下面 最後他們賊行改拜 這案子難 但是我們還是做到了 這起害人聽聞的囚禁皆有 殺人炸保案件 案件纏送了十四年 最後民宿老闆遭到了判處 十四年的有期徒刑定言 我們有借訓楊明章 那借訓楊明章他那時候 就當下就有承認說 有推下去 把這個阿昌推下去這個事實 然後隔天 都已經回到監所的隔天 才說他被刑求 然後說他肚子有痕跡 是電極棒電的 後來這些我們都有調查 也都確實說真的 我們也都沒有做那些事 不斷地利用這一類的一些 伎倆 手段 然後想要拖延審判 控訴警察刑求根本不是事實 坑殺街友集團 嫌犯利用了各種方式拖延審理 他們在網路上面 就是可能有人幫他們寫一個網誌 就是說他認為說某某法官 他可能有像某家人售保險公司 有貸款 他認為說這樣的貸款 可能會造成什麼審判不公 所以迴避 實際上每個人都會有 買賣房子的時候 那貸款不代表我們跟公司有什麼問題 他就是刻意找這一些去模糊焦點 然後就是要企圖影響審判 最後還好他都沒有得逞 再狡猾終究逃不過 案件纏送十四年 殺人部分阿張阿彩二審判刑十六年 十四年 但審理期間先後死亡 而李姓男子跟連女 則分別被判十四年跟八年定驗 拖延戰術他這個判決 從九七到現在幾年了 最後他還可以用速生法健行 實際上他也是判得下去 他也是做過這些事情 證據也顯示 他們就是有做了這樣子詐領保險 殺人的詐領保險性的事情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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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